牧師師母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昆虹區真光小組的汝珍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見證是關於十一奉獻的見證 那就是我在受洗之後呢 其實我就陸陸續續聽到關於十一奉獻的見證 但是在當時我其實自己有掙扎了三個月 三個月之後我就下定決心 我決定要開始十一奉獻 那就一直奉獻到現在 那從做十一奉獻到如今 真的可以說是恩典滿滿 太多數不清 那我今天就講幾個例子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在我其實單身的時候我就已經受洗了 那那時候呢我其實在單身的時候 我非常嚮往的工作就是我可以搭飛機到國外 然後呢可以跟外國人講英文 那在我受洗不久之後呢 神就真的讓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我真的喔我就是每年就飛大陸 然後還有去德國去美國拉斯維加斯出差 但是告訴各位我的英文程度其實還是真的滿破的 但是神就是給我這樣的恩典 那當時的薪水其實真的是算還不錯 那第二個例子就是講到就是那時候單身嘛 所以開始就是要禱告要祈求另外一半 那當時候其實我有跟神禱告我期待另外一半的條件 那其實禱告了其實幾年之後神真的就如願以償 就是出現了百分之百吻合條件的老公 就是現在的老公 感謝神 然後呢其實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其實神給我又超乎我所求所想的 因為我過去其實在單身的時候就想著我未來可以當老闆娘 結果沒想到其實我老公家裡是開會計事務所 所以這個願望未來也會實現 然後其實後來結婚之後呢其實就是就有房子又有車子 然後經濟上面完全不予匱乏 然後老公還是第二代基督徒 然後呢我的公婆其實人非常的nice 那在結婚之後其實我跟老公就是禱告希望說我們第一胎可以生男生 第二胎可以生女生 然後呢又如願以償的 就是第一胎男生第二胎女生 那我真的覺得感謝主 那我還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的開心 就是我跟我的老公可以一起在教會一起服侍神 其實這是我單身的時候 非常羨慕別人夫妻可以一起服侍 我就一直在想說我以後結婚 我真的好希望可以夫妻一起在教會服侍神 那神也達成了這個願望 那並且在這兩年其實我開始 為教會的健堂奉獻來奉獻 那這個奉獻其實是一個六位數字的奉獻 那當我這樣開始做了之後 我發現我的存款其實也沒有短少 那我所需要的其實完全的沒有缺乏 我非常的感謝神 因為上帝 我發現上帝總是比我自己還知道我自己的需要 所以上帝總是一直都在供應我的需要 那另外我要再有一個例子就是在職場上面的見證 就是神其實不斷的擴張我的境界 那因為我過去的工作單身的工作是業務 業務性質的工作 那因為我結婚的對象家裡是開會計事務所 所以我就必須要辭掉原本的工作 就要進到事務所去工作 那結婚的第一年很感恩 神就讓我考上記帳式的證照 這個證照其實非常的不好考 但是神竟然就是恩待我 我安全隔行如隔山 那神就讓我考上這個證照 那結婚之後就是 考上這個證照之後 又要再學習所有事務所的工作 神就加添我智慧 還有加添給我細心和耐心 因為我過去是非常初心的人 那神也加添給我跟客戶 還有國稅局之間協調的能力 還有管理整個事務所的能力 那我發現這些能力真的不是我自己 可以有的 就算學習可能很多年我想 我自己沒有那個能力 其實這些能力我知道 都是從神而來的 對 感謝主 那聖經上面有說 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這些都要加給我們 那其實這些年來 就是我覺得這一段經文 一直在我的生命當中 一直出現一直提醒我 也一直在我的生命當中 一直在實現 感謝讚美神 將榮耀歸給神